どうもみなさんもこんにちは ハローでやはー 我是ザラゴドモ 欢迎回来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来一起吃瓜 加上学日语 娱乐学习两部 如果你对这话题感兴趣的话 就直接看下去吧 那么相信大家从我这个视频的标题呢 就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哪只瓜了 好啦 事不宜时 马上开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 在这份长长的信中 出现的一些单词 它的日语呢 到底应该怎么讲 首先 好 我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啊 分手 分手的日语怎么讲呢 分开分手的意思 下一个 开玩笑 开玩笑的日语应该怎么讲呢 它读作 冗蛋 冗蛋 开玩笑 下一个 中文中的那个饶舌 对吧 英文的rap 它的日文呢 读作 ラップ ラップ 就是ra读成la 然后p读成p 变成 ラップ 下一个 哇 出现了好多次 这个单词 叫做手机 手机呢 一般情况下有两个叫法 第一个叫法呢 叫做 携带的 携带电话 是第一个手机的叫法 第二个手机的叫法呢 是智能手机 叫做 スマートフォン スマートフォン 也可以简写成 スマホ 下一个 酒店 酒店的日语呢 是 ホテル ホテル 下一个 哦 有些词我都不好意思翻译了 我们就省略掉哈 我们下一个词 还好意思翻译的啊 劈腿 劈腿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啊 就是那种 脚踏两条船的劈腿呢 叫做 二股 然后脚踏三条船呢 叫做 就是这样子 一二三 差了三个方向出去 可是 这个事件 已经不是 拿两条船 或者三条船 可以涵盖得了了 我们来继续 下一个词汇 浪漫 终于出来了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词 对吧 咱不能那么的负面 稍微说点 比较好听的词汇 浪漫 浪漫的日语呢 叫做 ロマンチック 也可以简称为 ロマ ロマ 下一个 咱们来最后一个词吧 最后一个词的话 我觉得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我想说哪个词了 那就是 渣男 好 那么渣男呢 其实日语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词汇 它也是渣 然后渣男 那首先是渣 渣的话呢 是 クズ クズ 男的话是 男性 男 然后取 开头的那个 所以说把 クズ和 拼在一起呢 就是 クズ 来跟我一起念 就是 渣男的意思 好了 那今天我们呢 就以 吃瓜群众的身份 一边解读 那一封信 一边呢 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 其中出现的一些词汇的日语表达 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帮助到你的的话 那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或者上方弹幕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国的猫 平常呢 是一位日本留学指导老师 也是一位 不顾正业的up主 好了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不对 顺便给大家来的彩蛋 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些相关词汇 也可以给大家来传授一下 比如说 小白脸 怎么说 跟我学 下一个 泡游 怎么说 下一个 出轨 怎么说 就这些吧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有一点 教坏小孩子的感觉 不过毕竟是吃瓜嘛 好了 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